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6月30号 2023年半年都没了 时间过得太快 跟大家分享 今天分享三个主题 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到了7.25 有些人很吃惊了 另外一个呢 爱国主义法 爱国主义教育法出笼 其实已经两天了 为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普京 普京在国内抓了一个 应该是中将在乌克兰的战争前线当中 作为副总指挥 他其实抓他也是两天前的事情 基本上跟那个中共国出现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呢 是同一天 也就讲说在瓦格纳兵变解决完之后 俄罗斯出现了一些改变 出现了一些变化 而这个变化呢 跟我们当时看到的 类似2016年在土耳其发生的 几乎是一样 那我们先说有关这个 人民币降息 人民币对不起 人民币这个 外汇到了7.25 有些人很吃惊 我个人觉得蛮正常 说句心里话 昨天碰到一个 刚刚从国内来的 从上海来的 一个40来岁吧 我们不能说别的 40来岁一个生意人 据说在上海呢 专门跟这个上海年轻人的咖啡馆 据说现在咖啡馆的文化 咖啡文化很盛行 所以他们在咖啡厅当中的 一些摆件东西呢 这种摆件装饰都很讲究 所以他是做这种 类似这种木工活的一些摆件 他跟我提了一些 什么国内那些著名的咖啡店 对于我来讲就蛮空白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只是问他 我说你做生意的现在怎么样 他说现在怎么样 他说到底我不是跑这来的吗 我把孩子给送出来了 送出来我现在想跑 我现在又舍不得自己的生意 40来岁正是创业的时候 舍不得自己的生意 是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对吧 他创业成功了 在上海的地方能够占有一席 在上海的某一个某一个产业的环境中 他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那是不容易的 确实不容易 所以他就讲述了 他说其实在2019年之前 封城中共病毒爆发之前 他无论怎么吵吵闹 生意还是可以的 他说做生意的人 他说我就做生意的 对你们这些节目呢 我就看 我只能说我就看 他说不敢出事 他说其实VPN等等东西 他可以用 国内很多人也都在用 他说唯一麻烦他要被共产党抓的话 就是你去传播了 他可能抓你 否则的话 他说没有不看的 他说真正 他说你心里话 像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 能够小有成绩的人 或大或小 小有成绩的人 他说没有不看国外东西 他说不看国外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有着一种 没守成规的故事 那也就表现在中国的环境中 在有着一定层面 在一个环境里 能够获得自己成功的一面 有自己独立认知的一面的人 几乎都跟海外是连在一起的 用他自己的方式 但他讲的 那个小伙子讲的挺坦白的 他说其实呢 到底如何看待 这真取决于个人 跟他个人的天分 跟他个人的生命的现实 跟决策有关 这是我个人觉得很真实 很真实 所以他就讲说 他说 哎呀有时候很难相信你们讲的 但是在国内一切又都是假的 他说我 他说我只能监听则明了 我搞不清楚 我说没什么你搞不清楚 我说第一 你也谈不上信仰 第二 你在国内挣钱了 挣钱了发财了 有自己的商业网络了 谁也跑不了 他说这是真的 他说来不及考虑信仰的问题 我来不及考虑信仰的问题 而他现在 他说现在有点不得步了 因为在大疫情之后 他说一切都改变了 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从去年之后 就更不一样了 在这个行业中 有一波人在坚持 坚持是等着春天再来 我说夏天了 他说等春天再来 因为更大一部分人就离开这行了 同一行的竞争者 很多人都离开了 他说整体大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了 整体大的环境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说是你这个年龄没有经历过 我说现在故事就跟文革差不多 我说但是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 自然也就不知道 他说是 但是呢 大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说那你算是留下的 等着春天呢 还是等着干嘛 他说我跑了 他说我现在有点点难 我把他全挣了吧 不甘心 不甘心 但是不挣了吧 还是不甘心 他说我把孩子大概十七八吧 他说孩子给弄到这头来 他说我真害怕 他说真害怕 我这也害怕资本主义 他就乐 他说谈不上害怕资本主义 他说但是这东西吸毒啊 乱七八糟乱搞啊 他说这个 这个美国加拿大 这个 这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 他指了乱搞 其实就指现在 对吧 现在的骄傲运动啊 黑人命贵啊 现在所推行的 左派这一套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是80年81年出生的人 那他自己的孩子 十六七十七八 他自己是那样经历过来的 到了今天 他却有着生命的 在中共的环境下 他发财 他OK了 但是他依然在对抗着中共的一切 他同样不能接受 在西方社会里看到大麻毒品随便来 男孩女孩随便来 他说我不能接受 我受不了 那也就是 这其实他表现出来的 是人之初性本善 在他的轮回转世中 人的善良的一面 有着他自然的天赋 你问他什么理由 他谈不上理由 他说这东西不应该这样 对吧 不应该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切实的 那而他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现实 他在上海滩 有他一份的事业 但今天 无所事事 当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 他说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降息了 对吧 他其实 中共国是在两个星期之前 银行降息了 银行降息了 货币就贬值了 美国在加息 中共国在降息 那不就为了出口吗 只有为了出口 那出口的方式 只是保持流动 他很难去说再赚取多少钱 另外一个数字说 从美国 我不知道从中国的是哪个港口 就是中国的沿岸港口 到LA 到洛杉矶 一个货柜 900美元 运费啊 一个货柜900美元 一年前 一个货柜大概2万1 2万1 现在是900 没人运货 对不对 没有货 没有单 那美国人制裁 其实讲述了今天中共国的整体的概念 无论他以任何方式想刺激生产再起来 能够自力更生 没戏 没人干 就是已经没有可能去转了 也就讲说 我愿意看他就像一天的轮回 对不对 太阳落山了 你点多大的灯泡 你点多大的砰灯泡 你习近平把脑袋剔的贼亮贼亮的 你也照不出量来 你连那个萤火虫的屁股那个量 你都没有 所以什么意思 你不能逆天意了 黑天来了就是黑天了 太阳出来就是太阳出来了 你老想喊万岁 他老想喊永恒 那不可能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 银行降息和汇率暴跌 这是今天中共国自然的走态 这么分析 那么分析 都是技术上 我个人认为 你怎么分析都不如他 都不如一种现实环境中的 命运上的分析 我个人觉得就是 就是最最恰当的吧 只能说最恰当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所实施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这个 计划设定爱国主义教育法 爱国主义教育法呢 有一个最经典的批 这个说法了 爱国主义教育法 法规里面 据说已经拿出来了 要求父母在家里 要求父母在家里教育孩子 要用爱国主义教育孩子 那也就意味着 那也就意味着 有爱国主义教育法出来之后 谁不去教育自己的子女 去爱这个国家 你就是违法 我说没错 谁不去教育孩子 爱这个国家 你就是违法 反过来 当你要想写一本书 说中共国人的略根性 完了 对吧 你要敢写中共国人的略根性 那你就是犯法 你肯定犯法 那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啊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 这是违反爱国的 所以当这样的爱国法出来之后 爱国主义教育法出来之后 为什么 宗教 它是宗教 在中共体制之下 中共国民已经对信仰完全泯灭了 没有任何信仰 宗教呢 已经被他们完全被斥为一种迷信了 但是人他总是有被称为精神的东西 被植入了爱国主义 对吧 被植入了爱国主义 但这个东西是支离破碎的 而法律就是宗教的教规 没错咯 法律就是宗教教规 那爱国主义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但它给你顶在你的精神思想中 就以此真正的教主 教主是习近平 他的形式 他的这种模具 模型 这种教堂 就是共产党 所以教主是习近平 这个教堂是共产党 然后人说爱党爱国 然后呢 整个赋予全民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是爱国主义 那爱国主义 就是奴隶 就是一种变相的奴隶 爱国主义之下 人民永远没有任何个体存在的权利 只有现身的义务 没有生存的权利 爱国主义就是枪跑 爱国主义就是干死你 对不对 为国家要奉献你一切 没错吧 所以用爱国主义的 这个教育法的说法 就所有全中国国人民 就成为了习近平的奴隶 那他要灌输其中 而嘲讽的是什么呢 嘲讽的是依法治国 它是法律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太多的所谓的 民运也好 这也好 那也好 都讲叫依法治国 那它是法律 你不能说它不是法律 对不对 人说那不对 它是邪恶的 对 它为什么叫邪恶的 它为什么叫邪恶的 它害人 对不对 那害人也好 邪恶也好 你自然就会回归到 信仰的本身 那是没错咯 所以中共体制之下的一切 就是撒旦魔鬼的 你一讲这些 人说 哎哥们 你又讲的神神乎乎的 OK 爱国主义是真的 你爹你娘 在家里不含热爱伟大的祖国 你爹你娘犯法 要不了多久 你们家吃饭 你吃饭之前要喊口号 你上厕所之前要喊口号 在喊口号的时候 你不许放屁 你敢放屁 你就是违法 有时候开玩笑 我个人亲身的经历 在上初二 初二的时候 大概 就是在现在雅云村 你们说的雅云村 奥云村那个位置上 学农 原来有一个就是 北京农业研究所 北京植物研究所 应该是在西山 北京农业研究所 应该在那一片 红庙叫什么 那他去劳动 学农劳动 住在那农村家里面 长了一身狮子 真够造给人的 那晚上在他那个 那个研究所里面 那大礼堂里面 水泥地儿 进行思想教育 那时候入少先 入没有 入共青团 然后入共青团 大家就得交流 我忘了叫什么了 那个就是开会 得讨论了 白天干一天活 那孩子多惨 往这一坐 我没搂住放了个屁 那老大罪名了 老大罪名了 晚上住那 学农住通铺 在那个环境中 住的是通铺 通铺里面大概 放的草 我们住了12个人 是18个人 让你上外头罚站 在外 罚站 穿一小裤衩 女生在那边住 男生在这条住 那时候那男孩也害臊啊 我站在楼档里头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所以爱国主义教育法 你敢放屁 我跟你说 能掉脑袋的 所以这是邪恶的 这是 这就真正的邪恶的宗教 这种宗教渗透到家庭里面 对吧 信仰跟宗教 在西方社会是家庭的 是个人的 那他也会渗透到家庭跟个人去 那他为什么治理这东西 他治理这东西应该跟俄罗斯有关 瓦格纳兵变 结果已经出来了 瓦格纳整个兵权被夺了 那他老板流放到白俄罗斯 那重武器全都被收缴了 然后紧跟着 这个人被抓了 有人被他 把他称为叫什么末日屠夫 称呼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是在乌俄战争当中 俄罗斯一方的副总指挥在现场 那大概在瓦格纳首领的兵权 被剥夺的第三天 他就被抓了 是从前线抓 包括他的副手 他副手是个上校 那原因呢 就是说他跟瓦格纳之间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 还看到在俄罗斯 一个一家银行银行家吧 就是银行的主管 但是那是个女士 跳楼自杀了 但是并没有传出更多的 类似的场面 而相对应的类似场面 是普京露面 普京在公众场合上 在公共场合下 频繁露面 大概特别是透过社交媒体 进行宣传 各种网上各种评论 都有不一的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至今到现在认为 普京只不过效仿了 2016年的土耳其 当时的土耳其总统 以政变的方式 获得了绝对的权利 修改了宪法 抓捕大概一年多 左右时间抓捕了四万多人 在事情政变被扑灭之后的 一个星期 抓了四千五百多名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抓了大概上千名的 大学的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大清洗 所有不利于他 不利于他名望的任何东西 都将被抓捕 所以普京 在瓦格纳事件的 开始跟结束 与土耳其的总统 频繁通话 公开表达 白俄罗斯的总统 在瓦格纳事件出现之前 飞往了土耳其 所以故事不过就是如此 是他国内遇到了危机 他要以这样自己的方式 要把整个俄罗斯的 他的权力更加的巩固 来同样用了爱国主义的方式 来表示他的存在感 跟他个人的权力的本身 普京敢这么做 习近平不敢 习近平不敢 那这是普京今天画出的一张画 有人说不知道他画什么意思 他画这个画 他下面自己签名了 他是自嘲 我的解读画他 画的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你看看西方社会 对他的漫画 他永远画出两个大山峰儿 几根毛 然后呢 他那个下巴是往下走的 那普京呢 这是个字画像 画给自己 画给大家 特别他是签名的 他在嘲讽着他的敌人 嘲讽着他的政治敌人 嘲讽着所有反对他的人 这是他个人的做法 所以画这个画 意思就是他成功了 所以我坚持以为 他是苦肉寄来的 那以这样的方式 进行大清洗 来巩固他的权力 同样 当然代表着 俄罗斯本身的危机 就是他身边的危机的本身 并不代表他有多强大 他个人有着 他个人的手段跟手法 有他自己的生命的特点 他才敢这么敢 但是呢 确实在西方社会所期待的 他引起他内讧 以内讧的方式杀掉他 so far到现在呢 看到他一种难处 我个人觉得 你看到是一种难处 那习近平从中学到这一点 但是普京的整个过程 没有跟习近平有任何通话 我不认为普京不知道 习近平在玩弄他 所以国内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他为什么寻求土耳其的支持 寻求伊朗的支持 却丝毫不寻求习近平的支持 所以这是普京干的事情 他知道习近平出卖 出卖他是早晚的事情 那中间呢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中 并没有大家所期待看到的成功 所以普京就以自己特律独行的方式 来保自己的命 习近平看到了普京保自己的命 他就拿出了爱国主义教育法 所以习近平会用爱国主义教育法 但习近平绝对不敢效仿普京 所以这是今天纷乱的社会环境中 我们只能就事论事 但就事论事里面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的生性秉性 根本改变不了 那他的生性秉性 如果改变不了的话 也就是说 他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该完结的时候 该天黑的时候 该天亮的时候 他自然就来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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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